發展到那個愛神瑜伽的時候 發展到好像那個愛好像是被 抽空的 但好像是沒有一個真實感 沒有辦法有一個所謂的 這是誰的愛啊? 誰的愛沒有真實感? Bhakti Bhakti是誰? Bhakti Yoga 就是在那個 眾人印度發展到那個Bhakti Yoga 眾人印度發展到那個愛神瑜伽 封愛瑜伽 但是那一位的學者 他比較多兩方面的神學 印度人的那個愛神瑜伽 他好像有一種比較虛無的 而且那種的愛 是好像很單方面的 你只能夠愛神 愛人這方面是好多的 就沒有 但是基督教有兩面的 基督教有兩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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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rishnah 按照来说的话 他们也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成为他们的Krishnah 其中的一个化现 那么 中国大陆那一位的学者 学者 有一本书 开始 很全面的探讨过 印度的哲学思想 中人 因到宗教从飞月头发展到 百多余的 后生 这个爱是要清除了 每当要清除这个会训制 这个知识宗教人 就走了